我才不管什麼大數據 我二十七歲我選你 不管你是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就算你離過婚 我都選你 不管幾歲的你 都一樣是你 在某些時候 在某個眼中 你就是了萬 開設三立新週日偶像劇 戀愛詩科學即將甜蜜上映 在看完劇中超撩的 林家弟弟吳建軒表現之後 也純真居然這樣說 你們出貨醫療 趕快呢 就 這個小屁孩也繫起來 很改人耶 是不是 還能改人 對不起 還做事情 不好意思 嗨 剛剛有人說我是小屁孩 對 剛剛有人說他是小屁孩 因為我剛開始其實 也在適應 那後來發現 小屁孩滿可愛的 那滿好親近的 所以我就跟他們玩在一塊兒了 你還講話有點很適 我只是那一天 只是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有點燥 我就說你快一點 我動作快一點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我說什麼 你今天為什麼這麼暴躁 好快 好快 怎麼敢講 沒有 我是 對 就聊天 就聊天 就關心一下 所以燕姐姐看來上 你就是年夏男的魅力是怎樣的 魅力喔 什麼 誰 軒宇 滿可愛的啦 他念軒 念軒 不要再逼燕姐 我比較喜歡泳服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大家都認真的可愛 戀愛是科學中男主角軒宇 魅力大到讓墨宇文都守不了 我覺得他會變成國民 就是初戀弟弟 我真的覺得會 因為我們先撇開他 就是戲外的模樣 我們先撇出 撇出拔槍的那個模樣 對 但是在戲裡面 真的每一次跟他對到 就是剛剛你們大家看到的 心動時刻拍攝的時候 是真的是會 我覺得 為什麼你的CV像密碼 跟我的是一樣的 我的是我的生日耶 3月29日 是我女神的生日 誰啊 金泰熙 金泰熙 最好事 拭目交接 然後我們那時候 是用慢動作這樣 SOMO這樣拍 所以就覺得 是有感覺的 那一刻是會跳一下的 你現在聽了是不是很開心 暗爽 不只吳念軒 劇中之外有反差 黃偉廷和墨宇文實演的閨蜜 也被爆料有這種戲 我聽說有一場戲是 像說起來可能電視尺度 不太能播的 就兩個女的 在房間裡 再說了一些什麼 說了一些什麼 帶點顏色的對不對 微微的 一點點 有一點透明黃色 然後我講過來了 翻白眼看 我們兩個說 你們確定這樣可以播嗎 然後當我們就是 在排戲的時候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的動作 攝影師就會整個就是 不敢看 他們就說還好吧 你們為什麼不看 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呈現出女生跟女生 尤其是到了這個年紀 三十幾歲 女生跟女生之間 很真實的情感 對啊 怎麼可能有些話就 就是會指責 對啊 一定算很有智慧的 大人 想要參與這段 大人之間的對話 觀眾們就得 準時鎖定 3月21號起 每週日晚上10點台視 每週六晚間10點3 立度會台播出的 戀愛是科學啦 完全熱吹聲 哲喜兵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 交召喚